欢迎来到每天 这里是一个幻想的 欢迎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 帮你懂自己 爱自己 经营亲密关系 化解情感危机 欢迎订阅 与13万独立女性一起 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有远见的女人 就算爱得很深 也不会丢掉自己的底牌 面对感情 很多人都会迷失 为了守护所谓的幸福 女人不惜抛弃自己的底线 丢掉自己的底牌 可事实证明 女人这样做并不能换来幸福 反倒会耗光自己所有的福分 招来各种各样的伤害 没有底牌的女人 像是丢了盔甲和武器的士兵 只有被人刺伤的份 没有任何反击的余地 这样的女人 看似爱的深沉 实则傻得不行 有远见的女人 就算爱得很深 也不会丢掉自己的底牌 不会切断自己的退路 有远见的女人 知道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所以不会为爱付出所有 有远见的女人 有远大的追求 不会因为眼前的一点密意 就放弃自己要追寻的梦 有远见的女人很清楚 手握底牌 也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就算爱到深处 仅存的理智 也会控制她的行为 让她留下自己的底牌 诺宇虽然年纪不大 但世面见的不少 再加上受到良好的教育 她有自己独到的爱情观和人生观 诺宇也向往 甜美幸福的爱情 可她不会孤注一掷 不会飞蛾扑火 诺宇告诉我 如果一份感情需要牺牲自我 才能得到 那她宁愿不要 她和初恋交往了五年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可就在结婚前 她毅然决定选择了放弃 问及原因 原来是因为南方父母 要求她放弃事业 结婚回家相夫教子 诺宇不愿意依附男人生活 也不愿意丢掉这份底牌 所以即便已经爱得很深了 她还是没有妥协 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 但她并不后悔 因为她只想坚持做自己 后来她也交往过几个男友 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有一位男友对她挺好 有遇到原则问题 就要她放弃自己的想法 完全遵循男人 诺宇不愿丢掉自己的原则 不愿委屈求全 所以没过多久就分手了 诺宇告诉我 虽然她经历过的感情 并不美满 可她过得很充实 她还是最初的自己 没有改变 她经常会想 如果当初丢掉了自己的底牌 恐怕现在只会在痛苦中煎熬 女人的底牌 是自己获得幸福的关键 随随便便就丢掉底牌 也就等同于丢掉了希望 丢掉了自我 现实生活中 有远见的女人 就算爱得很深 也不会丢掉自己的底牌 女人只有握紧了底牌 才不会被爱情灼伤 第一 不会丢掉工作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意味着女人有稳定的收入 不用依靠别人 也能过得很好 一旦女人丢掉了工作 就会被社会淘汰 沦为他人的附属品 有远见的女人 知道自己的价值 在工作中实现 也知道工作 能给自己的生活增光增彩 所以就算爱得很深 她也不会轻易丢掉 自己的工作 靠男人养 虽然不用操心很多 但是并不稳定 男人可以心甘情愿 养女人一阵子 但绝不会毫无怨言地养一辈子 女人只有靠自己 才不会过得煎熬 新时代的女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工作 工作是生活的保障 有工作才不会落后太多 第二 不会丢掉原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人活着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没有原则的人 就像是行尸走肉一样 连自己的人生 都掌控不了 为爱 丢掉原则的女人 数不胜数 可真正得到幸福的 又有几个 大多数都在 自讨苦吃罢了 有远见的女人 就算再爱一个男人 也不会为了男人 丢掉自己的原则 原则是生存的基本 有远见的女人 不可能放弃生活 不会委屈自己 每个女人 都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只有这样 男人才不会 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你 握紧原则这张底牌 你会过得更好 第三 不会丢掉自我 坚持做自己 是很多女人 都在喊的口号 有的女人 确实做到了 而有的女人 却只是说说而已 一到爱情面前 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为爱丢掉自我 是最愚蠢的行为 当女人变得 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时 男人的爱 也就慢慢削减了 有远见的女人 就算爱得很深 也不会因此 丢掉自我这张底牌 那是女人 最真实最好的模样 连女人自己都瞧不起 男人又怎么可能珍惜 有远见的女人 一直都在坚持做自己 一直都在为了梦想而拼搏 没有自我的女人 无论如何 也得不到幸福 女人的底牌 就是女人的护身符 可以护女人周全 可以给女人带来好运 丢掉底牌的人 失去了希望 同样也丢失了幸福 有远见的女人 一直都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就算爱得很深 也不会丢掉自己的底牌 正因为握紧了这些底牌 有远见的女人 才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做女人 就得有远见一些 不要只看到眼下 而要为自己的余生考虑 此时的你为爱卑微 往后的你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只有守好自己的底牌 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得到最好的一切 女人要明白 幸福不会给一个 一无是处的女人 你只有坚持做自己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坚守自己的原则 才能看到幸福的曙光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互动交流 我们在脸书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 每篇主创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阿豪精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脸书的超级粉丝 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